今天一大早爺爺就叫我拉拉上街上面去修电视机 他说他的电视机看不了了 爺爺还把电视机小心翼翼的用水平带给套着 叫我小心点被磕了 来到了修电视机这里人家三下五除二就把电视机修好了 速度真快 修好电视机之后又带爺爺回来 爺爺还是很小心的 把他的电视机小心翼翼的放上到他的二八缸栏车上面去 这个车的岁数比我还要大了 质量那是相当的杠杠的 还是凤凰牌的 以前凤凰牌算是非常出名的了 他也说过买一架电动车给爷爷开 但是他都拒绝了 他说在他心里面他就只爱骑这一架 电视机绑好之后 爷爷就推着他心爱的单车缓缓的回去了 然后呢我就回来把爸爸的衣服洗一下 照顾声声唱齐曲断车 谁家墙头有每次分方 人间一场烟火你曾深开过 可谁人在心窝从此孤独火 像南华一条落怎看才斩酌 可怜两场乌尔尔尽似无人说 一场痴散回头望 千言无意想 文君情似有几场 难把风月亮 谁演悲酒醉他乡 红尘皆渴望 平澜数尽孤帆 泪两寒 人间一场烟火 你曾深开过 可几人在心窝从此孤独火 四明王